现在很快就进入到天竺鬼的花期 所以说大家的天竺鬼现在长势旺盛的话 一定要记得多做两步 这样才能让它翻倍开花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给它做修剪 如果说像这些枝条太长太高的话 或者是出现土长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它修剪掉 因为修剪掉之后 它就会长很多的分支出来 那么分支越多 它自然开花就越多 就像我这一棵牙已经修剪过了 现在长了很多分支出来 第二步就是要给它补充一些高磷肥 一般正常来说高磷肥有两种 第一种是水肥 第二种是有机肥 像天竺鬼的话 它不适合喷洒叶片 因为它的叶片有毛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些枯粉 这种枯粉的话 它也是属于高磷肥 而且不烧根 肥是要温和止久 直接在花盆里面一个月 撒入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它 有足够的营养来开花 当然了 如果说大家有这种 银色轻假水肥的话 我们也可以兑水 来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给它喷洒叶片 喷洒叶片的话 容易出现肥害 同时天竺鬼它比较洗水 一定要保证水分中足 不要给土壤太干 如果说进入到花期之后 我们适当地给它延长浇水的时间 控下水 有利于它花芽生长 如果没到花期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它水分充足 不要给它过度的晒太阳 好了 我们下期见 再来